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Stable Diffusion Web UI来换脸,换头发,换衣服或换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今天的教学属于Stable Diffusion in Pain,局部虫会初阶的使用 相信大家一定学得会 先到网络上找一张相片 就这一张好了 这张看起来就像是老阿贝年轻时代女生的照片 照片存好后,回到Stable Diffusion Web UI 点开Image for Image,不生图 再点In Paint局部重绘 这个框框可以让您再入局部重绘的图片 选刚刚储存的图片 先来介绍这几个工具 这一个是笔刷的大小 这一个是回复 Undo的意思 点了会回到上一个步骤 像这样 旁边的这个是清除全部 像这样 再来这一个是把这一张图关闭 像这个样子 再把图再入进来 这边的几个工具 公用大致上就是这样 现在开始来换脸 先用笔刷把脸的遮罩涂出来 图的时候可以比脸大一点点 图完后 把画面往下拉 选择一个您喜欢的三point method取样方法 再来因为要换脸 所以把restore faces 脸部修复打勾 然后来调整一下图片的尺寸 把档案总管叫出来 点图片 再按滑鼠左键选择内容 点详细资料 这边就会有尺寸的宽与高 将尺寸记起来 回到Stable Diffusion Web UI 将尺寸的宽与高输入 剩下的参数 全部用预设值就可以了 再来把画面往上拉 点Prompt正向提示词 先放入有关于画质的Prompt Negative Prompt反向提示词 也放入有关画质的Prompt 再来这边就要注意一下 因为现在是要换脸 所以Prompt正向提示词 这边要输入有关于脸的提示词 例如简单的Cute Face 再加入一个有关于眼睛的提示词 再次提醒一下 Prompt的描述要跟你目前所画出来 要更改的地方一致 不一致有时会在某些地方出现 相互干扰 来跑一张图示看看 这样就把脸换掉了 是不是很简单 不过这张脸看起来傲嘟嘟 在Prompt正向提示词这边加入 Smile 再来跑一张图示 来减少一下smile的权重 再来跑一张图示看看 OK 这个还可以接受 简单的换脸基本过程大概是这样 其他要换什么东西的 基本的流程也都是这样 让我们来换头发试看看 对了 这边有一个步骤要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换不同部位的话 记得要先将旧的图关闭 如果没关闭 您用笔刷再画上去的遮罩会和旧的遮罩重叠 关闭旧图 来这边点这个按钮把新图送过来 这是刚刚换完脸的图片 现在要换头发 跟刚刚一样 用画笔把头发的部分涂黑 涂完后 记得到Prompt正向提示词中 输入有关于头发的描述 这个脸的描述就可以删掉了 一般都会把短头发 换成长头发比较没有问题 不过这次把长头发 换成短头发是看看 因为是要换头发 跟脸就没什么关系 所以来把Restore Faces 脸部修复取消打勾 来跑一张图试看看咯 跑完了 来看一下吧 长头发换短头发这边的交界 有时会出现模糊怪怪的 需要做调整或重新跑几张图来选 OK 流程是不是都差不多 很简单吧 再来多换几个东西熟悉一下 记得先关闭就图 点Send to InPaint局部重回按钮 再把您想要更换的地方 用笔刷图上黑色遮罩 图完后 记得到Prompt正向提示词中 输入所要更换的描述 换成笔基尼 输入完后再来跑一张图试看看 这看起来怪怪的 好像少了什么 笔基尼这边有两条线 来把这两条线加上去 把笔刷调细一点 一条 两条 OK 再来跑一张图试看看 这样这两条就有出来了 再来同样的流程 把看起来有点黏呆的裤子换掉 换成牛仔裤 J E E A N S 来跑一张看看吧 看起来有点奇怪 把这边图 把这边图多一点点 再来跑一张图 对了 这边也把短裤的描述加上去 这边的交界处看起来好多了 再来让我们来试看看变长一点的短裤 遮罩的部分 涂长一点 再来这一部分 要注意一下 因为原来的图 裤子很短 如果我们以原图来做参考 很大的几率 还是会画出很短的裤子 或是怪怪的图 所以这边可以选填充这个选项 老阿贝还是试一次原图的选项 给大家看 看起来还是超短的裤子 而且这边怪怪的 来改为填充选项 看起来就好多了 底下的这两个选项大致上是这样 不过填充是以灰土色的底当参考 所以跑出来的图有时候点土灰土灰的 这个以后再来探讨 来把这边涂大一点 换成裙子 涂完后到Prompt正向提示词 改成Skirt 改完后来跑张图 裙子就出来了 如果还是不满意的话 再涂涂改改多跑几张图 跑到满意为止 最后来跟没修改过的图片比较看看 嗯 真的是改到连妈都认不出来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 再记得帮老阿贝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鞠躬